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小丽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老奶奶出门总会遇到危险 可每次都能化险为夷 原来她身边的人不简单的故事 哪吒是一个守护神 当她和孩子一样几块玩游戏 还特别钟爱三打白骨精的游戏 这天她正玩的开心时似乎感受到了有点异样 果然,你奶奶遇到了危险 她晾衣服的时候不小心把身子摊了出去 马上就要掉下去了 前女一放之际,哪吒飞快地跑过去把奶奶拽了过来 随后哪吒再一次沉迷于游戏不可自拔 可此时的奶奶在吃饭时被一个王子噎到了 她挣扎着想要呼救,可怎么也发不出声音 当哪吒发现这一切时,奶奶灵魂已经飞出去了 哪吒焦急地跟随奶奶灵魂飞到了观一菩萨面前 菩萨狠狠狠地教训了她一顿 被揍着耳朵的哪吒连忙表示这是最后一次了 请求菩萨再给她一次机会 于是哪吒为了奶奶灵魂回到了人间 为了让老奶奶远离危险,故意打发了那碗面 老奶奶只好起身去买菜 这一次,提高紧急的哪吒时时刻刻紧随其后 可老奶奶总能遇到危险 什么高空坠落花盆,没被铺平的露面 不过好在哪吒警惕性比较高 每次她的为老奶奶消除了危险 不过他们路过一个影像店 哪吒被里边活灵活剑的孙悟空给吸引了 他站在那里看着自己的偶像 忍不住沉迷了进去 可此时一个司机正疲劳驾驶的一辆货车飞驰而来 万分紧急时刻,哪吒猛地用东西扎破了轮胎 改变了货车的行驶轨迹 货车坐上了旁边的烟花布 老奶奶终于拖累了危险 一朵一朵烟花在空中绽放 可是随即落下的却是一个又一个榴莲 天呐,这如果落在奶奶身上可真是要命啊 哪吒飞上天空与榴莲搏斗着 可双手难抵四拳榴莲实在太多了 当她终于解决完大败的榴莲时 一个榴莲直线让老奶奶袭击了过去 危急时刻,哪吒含泪把自己的宝贝游戏机抛了出去 游戏机成功的把榴莲撞碎了 但是她本身也被撞得四分五裂 危机解除,老奶奶平安地回到了家 哪吒对着上下来的游戏机伤心地哭了起来 可随即,她看到老奶奶正在前程对着自己的佛像上供祈祷 她含泪笑了 游戏机带来的伤感逐渐消失 是啊,再没有什么是比帮助一个爱自己的人更重要的事了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的订阅,小绿说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